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线上分享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帮助Cubernetes中的积极学习和大数据应用 有效地解决数据访问的复杂度、性能和稳定性的问题 我是来自阿里云容器服务团队的工程师 我的名字叫车仰 同时也是Fluet社区的联合创始人 另一个演讲者是谢远东 他是Fluet社区的核心贡献者 他目前是腾讯云的开发工程师 我们两个从这个项目开始之初就一直工作在这个项目上 一直努力在把这个项目做好 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分享的内容 我们会先介绍一下Fluet项目的背景 包括它的起源 我们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项目 以及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Fluet有什么样的特性 远东会介绍一下Fluet社区 Fluet整个的技术架构 包括这个架构背后的思考 我们也会通过一个demo去展示 如何用Fluet去加速深度学习 最后我们会分享一下Fluet社区的规划 以及小伙伴们如何参加到这个社区来 和社区共同成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十年 IT领域的发展如火如荼 试图非常迅猛 在这个十年中出现了非常多的概念 产生了很多新的技术 软件和硬件都在齐头并进 其中大家都认同的有三个横端 最大的趋势或者说是主流性的技术 分别是容器技术 大数据 人工智能 根据Gartner的预测 70%的AI的应用都会运行 都会在2023年的时候运行在K8S平台上 同时根据New Stack的报道 Google正在计划将通过Cubernetes来调度Spark 而不再是那种传统的样 而Google Spark Operator也在业界非常的流行 从这些现象中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 大数据和AI更多的偏向的是应用层 它们分别处理的是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 但是其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海量数据的高性能处理 多核和GPU是处理引擎的主流 对于数据读取的延时是非常的敏感 而Cubernetes呢 关注于底层基础架构的低成本 规模化部署 它能够加速整个的应用的开发和交付效率 而我们发现这三者的融合 特别是大数据和AI应用 更好的运行在容器化平台上 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而当各个领域都发展到一定成熟的阶段的时候 它们的融合去构成一个更大的生态 当然这也会引发新的问题和挑战 但其实也是新的机会 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整个数据驱动技术的变迁 2010年主要是MapReduce任务运行在HDFS上 其特点是任务类型和存储类型比较单一 并且是静态部署 数据和计算呢 是GML和计算部署在存储节点上 这就需要数据本地化 像Hadoop和MapReduce都是本地读 到了2015年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特性是 计算任务逐渐的丰富 扩展到了Spark Fling 甚至是Tensflow 而存储类型呢 也逐渐丰富 包括HDFS CIF 然后还有S3 各种各样的存储 与此同时呢 计算和存储进行了分离 这主要是为了解决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 同行扩展的问题 但是此时的计算应用 还是一个静态部署的模式 没有弹性和容器化的能力 由于计算部署的位置不变 类似像Election之类的软件 就可以去做缓存和路由 热数据就可以被不断地访问到 到了2020年 任务和存储的类型就更加多样 像有了新的PyTouch啊 Flink啊 甚至还有更多的一些像锐这些的出现 计算和存储分离 已经变成了主流 同时呢 运行时的环境也变成了混合云和Cubernetes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弹性伸缩 资源的弹性伸缩 计算不再固定在某些节点上 如何 而这样的话 如何在原生的环境下 最大化的去实现数据访问的复用 实现应用调度的数据感知 就变成了Cubernetes社区 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总结一下 数据驱动的变化 总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是计算和存储关系的变革 第二个是存储和任务类型之间的多样性的变化 以及它们之间多对多的这种调用和映射关系的变化 第三个就是计算的部署模式 由静态的逐渐变成了弹性的 随着这些应用 开始部署到Cubernetes环境中 这种发展的趋势 应用维护带来了诸多的便利 但是与此同时 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技术挑战 包括访问异构数据源的复杂性 计算随处分离导致的数据访问的IO问题 以及不感知应用和数据亲和性的状态变化 导致了整个像K8S调动的这种低效 而这些挑战制约了数据密集性应用 在云渊生平台上的推展 推广和演进 那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三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在混合云场景下的多数据源访问 随着业务场景发展 新的机器学习模型 需要各个业务部门不同的数据来联合使用 这就导致了异构数据源的一个复杂性 我们看到许多的这种AI公司或者大数据公司 他们的不同部门在构建自己的存储系统的时候 可能它首先是分布在不同的地域 比如纽约上海东京 有的是不同的平台 有的是自己的IDC 有的是公有云 使用的技术也不仅相同 有的部门使用了HDFS 有的部门使用了SIFE 有的部门使用了公有云上的S3 这就导致这个数据读取的协议是非常多样的 但是当业务逐渐发展到今天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有些新的模型 开发的时候 需要访问不同业务部门的数据的 这就导致我们编写新的这种 比如像Times Pro这种程序的时候 当我要统一使用数据的时候 就发现非常的困难 首先我需要把这些数据 是不是要挪到同样一个位置 第二呢 我当我去访问他们的时候 我到底是用Posex协议 还是用HDFS 还是用S3 这样就导致我这种程序的编写难度非常大 而且后期维护成本也非常高 因此我们抽象出了dataset的这个定义 对于应用来说 它需要使用的是dataset 访问的协议可以统一到Posex 或者是HDFS 这就大大的简化了 开发者的开发这种数据 密集性应用的一个复杂度 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缓慢的数据IO 首先我们看到 计算存储分离 导致了数据访问性能抖降 远程和跨数据中心的数据访问 引入了巨大的网络延时 现在计算和存储的数据和数据集群 通常会分布在不同的地域 比如说像纽约上海东京 用户虽然尽可能会使用地理位置 相近的计算和存储集群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 发现计算集群相比于存储集群 会更加动态 比如这里就会出现 全局的计算资源调度 还有临时的计算资源分配 这些问题 导致了很多情况下 计算和存储 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地理位置的集群中 而这些场景下 就导致数据读取的性能 有显著的下降 比如同一个机房的数据的访问 比本地数据的访问 它延时要增加3.1倍 而同一个地域 又比同一个机房去访问的时候 时间延时增加了4.2倍 而如果是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域 是1.5倍 但是更可怕的是 有些是跨大洲的数据性能 数据访问 它的性能的延迟就更加明显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应用的无状态性和节点的这种 弹性伸缩的特点呢 就导致这个缓存重用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发现很多像深度确实的应用 它会访问海量的小文件 实验表明 如果没有本地的Page Cache 这些能力 读取海量小文件的性能 会有近百倍的差距 但是由于这种节点创建和销毁的 随机性和调度的不确定性 我们现在发现节点上数据的缓存 是非常低的 而第三件事情 就是单一的一个数据存储 单一的一个分布式存储 被多个训练任务同时访问的时候 它会导致这个存储成为一个性能瓶颈 它的并发效率会非常的低 通过实验我们就发现 多个作业同时访问一个远端的数据员的时候 相比于一个单任务的训练访问 20个任务同时并发的时候 它的读取性能会下降到两到三倍 然后其实在一些更大的一些集群中 比如说有几百个GPU节点 它同时去访问一个Luster集群的时候 它可能最后导致的性能下降会更加明显 甚至有十倍的性能下降 同时如果有因为一个客户端访问 导致这个中心化的数据存储 出现当机 也会影响整个集群的一个稳定性 这是第二件事情 缓慢的数据IO 而第三件事情 就是Governitas的调度 缺乏数据感知的 数据感知的能力 它也无法与应用协同去实现一些智能的数据预热 根据我们观察 以AI应用为代表的特点就是 它的数据的服用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就首先是不同任务之间的数据重用 其实是比较普遍 比如说对于一个训练集群 我们通过观察发现 许多用户会提交 许多这种使用相同输入数据的任务 例如相同模型 相同输入不同超三的作业 然后模型微调 它的输入就基本上完全相同 还有包括一些 AutoML的一些作业 而这些作业其实都会去 大量的使用相同的数据 同时还有一种基于这种数据流水线的一些操作 其实也存在着大量的数据重用 第二件事情就是 周期性比较长的 一些周期性任务的数据访问 就一个训练集群来说 它其实70%的训练任务 在一个月内会有超过14个重复提交 众多训练任务 都呈现了一个强周期性 而很多任务 以固定的周期性去提交 其读取的数据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有非常多的类似 也许是仅仅有日期的不同 因此结合这种历史任务的调度信息 对于来提前对于一些任务的访问经历 市区预热 其实会有明显的效果 然后进一步在调度时刻的时候 当我们的调度任务确定了 我们的POWS将在某些节点运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结合这个调度信息 对数据进行一些提前的预热 而遗憾的是我们发现现有的Kubernetes 调度缺乏这种数据感知能力 也不能够通过根据调度的决策 进行一种智能数据预热 这就导致整个K8S里面 有大量无效而且重复的数据读取 这就引来了应用的运行效率降低 以及GPU和CPU的资源利用率也不高 而Flu的希望呢 实际上就是来构建这种 数据亲和性的调度能力 帮助Cubernetes上应用 和有效的感知数据的位置 来降低IO的延时 和提升资源利用率 因此为了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 我和南京大学PASA实验室的 顾隆老师 Electio社区的副总裁范斌博士 一起设计和开发了Flu 旨在通过对于数据访问的一些抽象 将分布式环境系统类似 Electio Gindle FIS GOOSE FIS Cubernetes的可扩展性能力 相结合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Flu的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它提供了什么能力 它有三个核心能力 第一个就是数据抽象 提供DataSite这个概念 实现异构数据源的抽象 方便用户以一个透明的方式 来联合起来 去访问来自不同地区 和不同存储协议的数据 而应用的访问协议可以支持 类似Posix HDFS这样的标准接口 这就不必需要那些数据工程师 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开发这种数据 类型相关的IO接口 而底层的数据协议和存储地点的变化 对于这层通过这层抽象也进行了屏蔽 降低了整个程序的维护的成本 这是第一件事情 数据抽象 第二件事情 数据加速 通过DataSite这个对象 我们可以实现这种数据分布式 缓存的一个可迁移性 这种Portability 它的自动扩缩容 弹性的这种伸缩能力 以及一些像这种自动的数据预热 这种Prefresh的能力 来优化集群内数据缓存的这种可复用性 和应用的访问的性能体验 第三件事 就是数据的感知调度 对于DataSite的 使用DataSite的应用来说 可以根据数据的缓存节点信息 进行调度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更合适的节点 让它去运行 同时在应用调度的时刻 也可以根据这个调度信息 我们进行一些智能和数据预热 Flood的目的实际上是让 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应用 在Flood的环境下 能够运行的性能更好 帮助计算集群的资源 利用率更高 而整个的过程 对于用户是透明的 Flood要说一句 Flood是于2021年4月份 成为了CNCF的Sandbox项目 目前已经有105个开发者 参与和贡献过的代码 有11个核心的开发者 他们分别来自阿里巴巴腾讯 然后像微博 以及还有云之声 一系列的公司 而使用Flood的互联网公司 也包括像阿里腾讯 还有像微博B站 还有像Boss直聘 这一系列的比较领先的 一些互联网公司 下面我们欢迎腾讯云的谢远东 分享一下Flood的技术架构 使用方式 以及它会有一个DEMO的展示 还有我们下一步发展的路线图 好 现在我们欢迎远东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腾讯云容器产品中心 云阳生AI的谢远东 首先感谢这样为大家讲解了 Flood是什么 以及Flood到底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Flood的整体架构 包括Flood的社区的一个发展 我们看一下这个Flood的这个整体的架构图 大概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用户层 然后第二层是Flood这边的operator层 第三层是Gibus 以及那种存储的基础设施的层 首先我们看一下用户层 由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 Flood这边抽象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叫Dexite 第二个概念叫Runtime Dexite是为了解决多数据员 复杂管理的一个问题 Runtime是为了通过分布式 缓存引擎来解决IO吞吐的一个问题 目前Flood的社区支持 多种这种分布式缓存引擎 比如开源的Luxio 分布式缓存引擎 还有JuiceData的JuiceFS缓存引擎 同时我们也支持云掌商的 这种分布式缓存引擎 例如Gindle Gindle 包括GusFS 下面我们看一下Flood的operator Flood的operator主要分为两个组件 左边的是Flood的ControllerManager 它负责调度DataSite 在Flood中我们是将数据级的调度问题 转化为这种数据加速缓存引擎的一个调度问题 通过数据加速缓存引擎来缓存数据 调度到我们期望的一个节点上 它大致分为三个组件 第一个组件是DataSiteController DataSiteController它是来管理DataSite整个的生命周期 包括与这种Runtime的绑定 包括结绑 然后第二个是Runtime的Controller RuntimeController主要是来管理这种分布式缓存引擎的一个生命周期 包括创建删除 还有就是横向的拓展 这种分布式缓存引擎的一个缓存能力 同时提供这种数据预存 还有清理的一个能力 第三个是VolumeController VolumeController主要是和CombinitiesAPI进行通信 主要是为了创建 这种KPS原生的一些资源 例如PersistedVolume 还有就是PersistedVolumeClaim 第二个部分是FluidScagler FluidScagler 是一个应用调路器 它主要是来负责 根据缓存的一些信息将Pod分 就将你的负载的Pod分 分配到一个合适的这样节点 它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Catchco Locality Plugin 也就是这种联合调度的插件 它主要是能够智能的调度作业到 已经有缓存的节点 而不需要用户去显示的一个指定 第二个部分是预取的插件 Profit Plugin 也就是说在调度期间 调度器会通知这种控制器 将数据预存到 作业即将调度的一个节点 通过这种Pipeline 流水线优化的方式来 节省这种数据读取的时间 下面我们来快速的介绍一下 Fluid的使用 Fluid的使用是很简单的 因为Fluid这边是抽象了一个核心的概念 叫DataSite 它的本质上是一个CRD 也就是自定义资源类型 它提供的是这种对数据的抽象 所以创建DataSite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写这样一个压默文件 来定义我们的数据的来源 同时我们也可以定义数据的一个可迁移性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科幻案例 它的训练数据是比较大的 已经完成了这种数据脱敏放在了这种语音上的对象存储上 但是验证级就比较敏感 不能够放在语音上 只能够放在这种语音下的IDC 所以我们这边 Fluid的一方面 Fluid的一方面通过提供这种统一的试图来对接不同的这种数据的来源 而另外一方面也提供了这种分布式缓转加速的能力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Node Affinity的这种 轻核性的一个机制和这种反轻核性的精致 我们可以动态的来移动数据 举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训练的时候将 数据保证的云上的GPU的这种实力 来加速这种数据的访问 当不需要训练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数据 称移到更低成本的这种CPU的节点 然后避免的这种GPU节点的一个浪费 包括这种网络专线的一个浪费 当我们创建了这样一个Data Site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数据集的一个可观的信 来观测到这种数据集的一个总的数据量 包括你的这个整个的缓存的能力 包括已经缓存的这种百分比 通过这种缓存的比例 我们在后面可以根据这缓存的比例 这些一些数据来触发一些弹性伸缩 通过这种弹性伸缩 我们可以达到这种Sky on Flight的一个效果 第二步是说 当我们已经部署了这样一个Data Site之后 我们的应用如何去使用这样一个缓存的一个能力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应用的Volume的PPC Claim Name 指定刚才创建的这个Data Site Name 我们的控制器会自动的识别你的Workload 要去使用这样一个缓存 我们会自动的将你的负载调度到已经存在缓存的一个节点 同时我们会触发一个ProFetch的指令 让你的这个即将调度Workload的节点能够来预热这样的一个缓存 第三个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Out Scaling的一个能力 就比如说我们在创建Data Site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预知到我们的数据 最终的一个总的大小是多少 所以我们可能会设一个一个中间值 所以在业务运行的过程中 我们的数据可能在不断的增长 在默认情况下 如果缓存的比例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 就会触发这种数据驱逐 从而影响到数据的一个访问的吞吐 所以我们这边提供一个自动扩展的能力 当数据缓存到一定的百分比 一定的数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动态的扩展这种分布式缓存的POD 来提供这种更大的一个缓存的能力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个 这个demo主要是通过Fluid来加速机器学习训练任务 我们通过对比 直接通过云上的对象存储来训练 深度学习任务和通过Fluid来加速训练 深度学习任务的一个效果对比 首先我们看一下 直接通过云上的对象存储来训练的一个效果 我们首先去创建一个云上对象存储 访问的一个PV和PVC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Cubeflow社区的一个分布式任务 提交工具Arena来提交一个分布式任务 这个分布式任务是四个节点 然后每个节点有八张GPU的卡 来训练这样ImagineNet的一个数据集 我们看一下任务的一个日志 通过日志我们可以看到 任务的存储图大概是638张图片每秒 在每个GPU上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准确率 准确率在整个任务结束之后 我的Top1的准确率大概是75.2% 然后Top5的准确率大概是92.26% 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运行时间大概是在一个小时左右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通过Fluet的加速训练的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去定义这样一个datasite 这个datasite需要指定一下数据源的一些信息 我们这里的数据源是一个对象存储 这里其实和在云上使用对象存储的方法是一致的 我们会去创建这样一个datasite 这个datasite在整个机群的概念里 类似于一个PVC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Arena的命令行 使用相同的方式来启动一个分布式训练任务 我们看一下在训练过程中的吞吐 大概是2800张图片每秒在每个GPU上面 相对于之前的训练任务有了4倍多的一个提升 同时我们看一下在速度提升的同时 准确率也没有下降 反而是有所提升 我们看一下总的这个训练时间 我们通过Fluid的加速 使整个训练的时间从一个小时缩短到24分钟 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Fluid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社区目前的发展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社区的一个roadmap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发布了0.6.0版本 主要是满足这样一个user case 让数据基础设施工程师能够简单有效的使用缓存加速 来加速这种AI的一个业务 然后在1.0版本发布时 我们希望可以满足数据基础设施工程师 包括数据基础设施团队 能够在无需关心数据管理的情况下 来实现这种大数据以及AI业务的一个性能加速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需要在1.0版本之前去实现这样几个特性 第一个是在AI应用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通过Fluid来进一步加速 Cubernetes上大数据的一个应用 第二是通过调度的优化来提升数据本地性 进而能够提升数据访问的一个效率 主要是通过这种调度器的增强 将数据和工作负载进行这种联合的调度 第三是在Cubernetes环境下 我们需要通过性能的优化 来保证在大规模的应用场景下 这种数据皮包括分布式缓存引擎的 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能力 介绍完这种Role Map 我们可以把计划进一步的进行这种细分 然后大致分为这种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能够自动的运维 还有这种可观测性 因为为了保证这种系统的整体的稳定的运行 我们需要一些组件能够自恢复 同时我们通过这种Domaster的支持 以及平滑升级的支持 让我们的这种分布式缓震引擎 能够达到一个高可用的一个状态 我们这里通过各种声明式的CRD 例如这种原数据备份 原数据备份包括恢复 以及数据的迁移 数据的预热 我们都通过这种CRD的方式来 来达到这种自动运维的一个目的 然后我们通过对接Promicius 能够自动的采集数据集的一些指标 同时包括对接Graphon的这种Dashboard 能够提升这种系统整体的一个监控 以及报警的一个能力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编排的部分 我们通过定义数据及调度的策略 例如Finty或者说Toleration 将缓存调度到期望的基地 将缓存调度到期望的基地 此外通过缓存位置信息的上报 进一步能够指导工作负载的调度 能够调度到有缓存的节点 然后进一步的来加速这种数据的一个访问 第三个部分是多个缓存引擎的支持 目前社区已经支持了Lockshow GindleFS以及GhostFS缓存引擎 目前社区也在积极地推进JuiceFS的 缓存引擎的接入 第四个部分是Flow的Agent 我们既可以通过AgentPull或者Push的模式 来获取到几点的信息 通过几点的信息来进一步指导的 我们的这种调度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Agent来实现 这种缓存清理的一些操作 第五部分是Elexical Scaling 我们通过定义弹性伸缩的一个策略 来实现缓存实力横向 包括纵向的一个扩收容 来适应工作负载弹性的一个场景 第六个是Application Access Model 就是我们目前支持的基于Fuse 也就是Fuel-in System的一个接口 包括这种ACFS Hydop的一个接口 让Flow的能够在AIA 以及大数据的场景下发挥一些它的作用 前一个部分我希望能够通过介绍 Flow的项目的roadmap和plan 能够吸引更多的开发者 包括用户 因为Community Overcode 健康的这种社区 原来要比优秀的代码要更重要 所以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社区目前的一个发展 目前社区正在稳步的发展 目前有超过80名来自不同的公司和组织的贡献者 包括阿里云 然后腾讯云 南京大学 Alluxo Juice Data 还有中国电信 包括地式饭室 都在社区里积极的贡献 如果你有兴趣或者有疑问 可以通过CNCF Slack 来搜索Flow的这个频道 通过搜索Flow的频道来联系我们 也可以通过GitHub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同时我们会在每两周的北京时间 周三举行这种社区会议 会讨论一些项目的进展 包括一些demo 还有就是proposal的一些分享 与此同时 你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来获取更多的一个信息 目前很多公司都已经在生产环境上 使用Flow 例如云AI公司 云之声 unisound 自动驾驶AI公司 毫木 还有就是微博 包括中国电信 都在使用Flow的来对AI进行一个加速 同时360也在使用Flow的来加速这种大数据的应用 同时阿里云腾讯云也基于 community的容器平台集成的这种Flow的加速的一个服务 最后感谢大家参加我们这样一个基础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提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多来做一下解答